精益求精 超越自我 1. 警告 1. 使用设备前请看完本光盘和仔细阅读随机手册中的所有警告语和指示 2. 该系列高压无气喷涂机禁止在防暴车间使用 3. 禁止在没有安装接地装置或接地不良的情况下使用 4. 喷涂时严谨将喷腔对准人体或动物的任何部位 2. 产品介绍 A. 电机 为设备的运行提供动力 B. 传动装置 带动助塞泵做工 C. 压力调节旋钮 控制喷涂喷出的压力 D. 注塞泵 为喷涂作业提供高压介质 E. 控制阀滤网 过滤涂料杂质 F. 红吸管 涂料吸入通道 G. 状态调节阀门 实现喷涂状态和回流状态间的快速切换 H. 涂料出口 此处通过高压管连接高压枪 I. 回流管 工作开始时内部空气排出及清洗时残料的回流 J. 电源开关 用于控制设备的电源 K. PLC控制系统 实现涂料压力的智能控制 工作时有压力调节旋钮调节 L. 机架 支撑主机 分为便携手提式和推车式两种 M. 高压无气喷枪 用于涂料的喷射 N. 喷嘴护架 作业时起防护作用 O. 涂料喷嘴组件 正向 实现涂料的雾化喷涂 反向 用于清洗 P. 扳机安全锁 防止随意抠动扳机而引起的雾操作 Q. 高压无气喷枪旋转接头 连接高压管 使高压涂料进入高压枪的入口 A. 加长管 延伸喷涂距离 A. 设备的使用 A. 使用前的准备 A. 取出设备 检查设备是否完好 A. 将高压管与涂料出口连接 A. 用扳手锁紧 A. 用高压管另一端 与高压枪旋转接头连接 用扳手锁紧 A. 将涂料搅拌均匀 并进行过滤 A. 将红吸管和回流管 放入涂料桶 并调整至最佳角度 A. 在注塞泵的泵体调节套处 加注润滑油 A. 正常使用情况下 每天要求加注两次 每次三至四滴 A. 检查电源开关 要求处于OFF状态 A. 检查状态调节阀门 将其调至回流清洗状态 A. 检查压力调节装置 将旋钮调到最低档 A. 检查电源和电源线是否良好 接地是否正常 A. 将电源插头插入接地良好的插座 A. 完成以上操作后 按启动操作程序的指导步骤 将喷涂机中的空气 防护油等冲洗干净 A. 启动操作程序和规范 A. 加润滑油 A. 将红吸管和回流管 放入涂料桶 并调整至最佳角度 A. 将电源开关调至OFF状态 压力调节旋钮调到最低档 A. 状态调节阀调成回流状态 A. 喷枪扳机安全锁调至OFF状态 A. 开启电源开关 A. 顺时针旋转压力调节旋钮 电机启动正常运行即可 A. 观察回流管 A. 当排出的涂料趋于稳定后 将状态调节阀旋转到喷涂状态 A. 解除喷枪扳机锁 使其处于打开状态 A. 将喷枪对在装清洗液的桶内 A. 然后抠动喷枪扳机 同时顺时针旋转 慢慢旋转压力调节旋钮来增加压力 直至设备连续平稳运行 这样就可以进行正常喷涂作业了 A. 压力释放程序 A. 关闭电源开关 拔掉电源插头 A. 旋转状态调节阀门到回流清洗状态 A. 将压力调节旋钮调到最低档 A. 将喷枪对准涂料桶 抠动扳机释放残余压力 A. 将喷枪扳机锁调到OFF状态 A. 喷浮校准程序 A. 按压力释放程序 释放系统压力 A. 松开喷嘴定位圈 A. 将喷嘴护架旋转到横向后再锁紧 A. 就可以进行水平图案的喷射了 A. 松开喷嘴定位圈 A. 将喷嘴护架旋转到纵向后再锁紧 A. 就可以进行垂直图案的喷射了 A. 喷浮调节程序 A. 将扳机锁调至OFF状态 A. 将喷嘴护架和喷嘴组件装到枪上 A. 根据您的需要将护架方向调成横向或纵向 A. 再将其锁紧 A. 打开扳机锁 A. 将喷涂距离控制在300毫米 A. 然后扣动扳机进行喷射 A. 逐渐增大压力 A. 直至喷浮变得均匀 A. 设备连续平稳运行 A. 清洗操作程序 A. 按压力释放程序 A. 释放系统压力 A. 拆下喷枪中的滤网 A. 再重新组装好喷枪 A. 拆下涂料喷嘴组件和喷嘴护架 A. 将喷枪滤网 A. 涂料喷嘴组件和喷嘴护架 A. 放入清洗液中进行清洗 A. 检查喷枪滤网 A. 如发现损坏 A. 需及时更换 A. 将红吸管和回流管 A. 放入清洗液中进行清洗 A. 水溶性涂料用清水 A. 油性涂料用矿物油 A. 拆下控制阀滤网 A. 将没有滤网的锁紧裸套 重新组装回控制靶体 A. 将控制阀滤网 放入清洗液中清洗并检查 A. 如发现损坏 需及时更换 A. 打开电源开关 A. 将状态调节阀 A. 调止喷涂状态 A. 将喷枪 对准涂料桶进行喷射 直到清洗液喷出 A. 再将喷枪 对准清洗液桶进行彻底清洗 A. 将状态控制阀 调到清洗状态 使设备工作一至两分钟 A. 将喷极管与回流管 从清洗液桶中取出 设备保持运行 10至15秒 排进残余清洗液 再关闭电源 A. 装回喷枪滤网 A. 装回控制阀滤网 15. 用干净的抹布 将设备 喷枪和高压管上的污垢 油渍 水渍等 擦拭干净 4. 常见问题的排除 1. 喷水出现堵塞现象 解决的方法 1. 按压力释放程序 释放系统压力 2. 调整扳机锁至OFF状态 3. 将涂料喷嘴组件 顺时针旋转180度 4. 打开扳机锁 5. 将喷枪对准涂料筒 抠动扳机进行清洗 6. 再将涂料喷嘴组件 逆时针旋转180度 2. 浸料管不吸料现象 解决的方法 1. 检查浸料管是否堵塞 并清洗浸料口滤网 2. 检查浸料管出料口 是否有堵塞 并疏通清洗 3. 若设备闲置一段时间 未投入使用 下缸体内的罚球 可能产生粘吸现象 2. 可用小木锤 轻敲下缸体 使罚球复位 3. 如果故障依旧存在 那么 便携手提示型的设备 可松开下缸体上的螺丝 卸下 锡料管组件 用螺丝刀 轻筒被粘住的缸球 使其复位 如果您的机器是手推车式机型 那么可以直接拧下红吸管 再用螺丝刀 轻筒被粘住的钢球 使其复位 3. 电机不运转 1. 检查电源线 是否插好 或使接触不良 2. 保险丝烧坏 打开控制盒盖 更换新的保险丝 3. 碳刷 已经严重磨损 解决办法事 拆下电机罩 拧下碳刷 压紧螺丝 更换已经损坏的碳刷即可 5. 筑塞泵的维修 1. 筑塞泵的拆写 1. 关闭设备电源开关 拔下电源线插头 2. 按压力释放程序 释放系统压力 3. 松开下缸体上的螺丝 卸下吸料管组件 如果是手推车式机型 只需要拧下红吸管即可 4. 卸下电机罩 如果您是便携手提示机型 则需先卸下手柄 5. 卸下箱体防尘盖 6. 旋动电机风扇 3. 能使注塞杆连接销停在窗口的可视范围内 7. 用螺丝刀撬出注塞杆连接销 8. 卸下涂料输送管螺母 9. 松开锁紧螺母 10. 顺时针旋转卸下注塞泵 2. 检查清洗注塞泵内部 更换密封件 1. 将注塞泵夹在虎前上 2. 卸下下缸体 取出注塞杆下导套 下导套密封垫和钢球 并清洗 检查罚坐是否完好 如发现损坏需及时更换 3. 用木榔头 轻敲注塞杆头部 将其卸下 4. 清洗注塞杆 并检查其表面 如果发现磨损严重 请及时更换 5. 卸下导向锁紧螺母 取下注塞杆密封圈压板 和注塞杆大小密封圈 6. 清洗上钢体 7. 取上钢体 拧上导向锁紧螺母 注意安装时 请先在新的注塞杆大密封圈表面 涂抹少量润滑汁 再将新的注塞杆大密封圈唇口 朝下安装到位 8. 安装注塞杆 注意 安装时 请在注塞杆上涂抹少量润滑汁 9. 取下钢体 装钢球 装新的密封垫圈 装导向套 然后将它们装到上钢体上 手拧到位就可以 不要拧紧 如果感觉太紧 也可以用扳手拧 但要控制力度 不要拧紧 10. 拧下导向锁紧螺母 安装新的小密封圈 先唇口向上 用工具把密封圈 敲紧注塞杆 使密封圈能够成型 再卸下密封圈 然后 唇口朝下 再安装到位 11. 依次装上 移入密封圈压板 注塞杆上导套 导向锁紧螺母 泵体防尘圈 用手将导向锁紧螺母 轻轻拧紧即可 12. 用工具将下钢体拧紧 3. 注塞泵的装配 1. 将注塞泵拧到机器上 位置与拆下之前大致相同 2. 用十字头螺丝刀 穿过窗口内部 能够看到的钢丝缝 进入一个孔里 螺丝刀碰到不能再进入为止 并保持受力状态 转动风扇 直到能够继续进入 说明 注塞杆与机器上的安装孔 已经对上了 转动风扇 将注塞杆稍微向上提一点 用力朝下压螺丝刀 感觉注塞杆会稍微朝下动一下 这时候 注塞杆的孔与机器上的孔 基本对齐了 就可以拔出螺丝刀 安装连接销了 3. 用螺丝刀撬开钢丝缝 插入连接销 轻微晃动连接销 并用小锤轻敲 直到完全进入 钢丝就会 用轮散地 记者 杨栋梁 准备 下轮散地 双栋梁